宾品馆最近的展览邀请了九位两岸艺术家展出 每一件作品都包含艺术家对于生命、哲学、社会等等深刻的东方思维 艺术家赖纯纯在抄写心经之后创作的作品叫做《无尽》 它以不同颜色色彩彩绘数百个心 象征每个人不同的声音 还有大陆艺术家张环的香辉创作 这幅画作描绘知名水墨画家齐白石 但其实用的是香辉 中国大陆艺术家张环采用集合众人祈福的香辉 创作巨型画作《吻孔子》 以创新媒材象征东方精神 北门馆最新主题展《众妙生风》 邀请九位两岸艺术家以不同媒材表现东方哲学的艺术作品 从透明压克力心形到坠满颜色 数百个心形组合成的大型装置 这是台湾艺术家赖纯纯抄写心经之后 有感而发的作品 是说因为透过心经的一个书写 而让我去对生命有一种新的一种看法 所以比如说我这几件作品 这件是叫做《无尽》 就是说它其实是代表 同一的每一个人 可是它是无止境的 无止境的生命 无止境的不同的人 然后也不同的生命的表情 不同的情绪 更代表我们看每件事情 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 可是它又归纳到同一性 就同样的一颗心 大陆旅美艺术家李华 以翻转传统山水画 克服末制的渲染性 在悬布上开创全新的水墨笔法 从绘画上来讲 因为它金的反光很亮 所以你从一个角度看 它会全反光 全反光的时候 你暗部的用笔 都会看得干干净净 所以你这个线条 是没有办法打混的 一定要交代清楚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在金上面 它墨的层次不多 像在纸上面 它的灰的层次不多 所以你要用密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样是水墨作品 台湾艺术家李一红 打破一般尺寸 以九宫格形式拼贴北海岸礁石 这个当组合完的时候的话 我们都会面对自己的作品 会在家里思考 那么再进一步的思考的话说 就像这个样子 类似从窗户看出去的话 布也是非常好吗 本来一张一张各自独立的话 现在要把它连结起来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很大的一个宇宙出来 两岸艺术家以创新媒材创作 来自大陆的艺术家 蔡志松的雕塑作品 《雇国系列》 她用铜与树纸描绘 秦朝的兵马俑 但这些秦勇形态各异 使而掩面痛哭 或是卑微下跪 展现各种形体 美美馆主题展 《众妙生风》 以多样媒材 开创东方艺术的新想象 对这些秦勇形态的新的